这是一只车轮猪,为了躲避天敌的捕杀,它竟然能以这样的方式再进行高速移动。 而它所害怕的敌人就是猪蜂。 猪蜂是昆虫刚摩赤木猪蜂科的昆虫,是一种独来独往的野蜂,从名字就可以大概了解它们的习性。 猪蜂擅长捕捉各种蜘蛛,包括这种体型巨大的狼猪,它们捕获猎物以后会把它拖进巢穴,来作为自己的后代发育成长的食物。 这些猪蜂可以算是蜘蛛最大的天敌和克星了。 在炎热干旱的沙漠里,同样也有猪蜂科的成员在这里生存繁衍,它们是一种体型巨大的狐蜂,虽然不会主动攻击人类,可是一旦被它们折伤,那种剧痛会让人终身难忘。 这是一只生活在沙漠中的蜘蛛,为了躲避敌人和高温,它们总是喜欢藏身在沙土中。 有的蜘蛛甚至会挖出超过一米深的藏身之所,但是仍有可能被嗅觉灵敏的沙漠珠峰发现。 而这只深藏地下的车轮珠就被珠峰挖了出来。 在沙漠珠峰这样最可怕的敌人面前,车轮珠唯一能做的就是抓住一切机会,立刻以最快的速度逃跑,否则它的身体就将成为珠峰孵化后代的产房。 沙漠车轮珠虽然无法正面对抗珠峰,但是它们也有自己独特的逃命绝招。 在生命遭受重大威胁的时候,它们会把肢体蜷缩成球状,这样可以借助锋利或者斜坡快速滚动。 最快时每秒滚动的速度可以超过1.5米,这也是大自然赋予它们的生存智慧和能力。 在生命遭受重大威胁的速度可以超过1.5米,这也是大自然赋予它们的速度可以超过1.5米,这也是大自然赋产的。 在生命遭受重大威胁的速度可以超过1.5米,这也是大自然赋产的。